好 歡迎回來 來這裡有請王恩哥 先幫我們回答一些 觀眾朋友的問題 好 觀眾朋友要問 ETF要怎麼操作 他說國際盤大幅度的波動 沒錯 那基本上 這兩天真的好可怕 基本上我覺得說 我導播我們直接看 加選股價指數 這樣比較有趣 那首先呢 如果說單純就 加選股價指數的走勢圖的話 來 我要開始教大家畫線 如果說你把這兩個低點 你記不記得這個是上個禮拜 我跟浩哥 我們一起強調 如果國際股市回檔 剛好來到這邊 會有多方的支撐 你仔細看一下 其實昨天的低點 大概就在這個區間的位置 那你說 那不是我們準 那是我們會猜運氣好 那重點就在於說 今天這根紅K棒 有沒有具備任何意義呢 基本上我個人認為 如果說我們再把這兩個低點 畫起來的話 會畫出一條 所謂上升的一個所謂軌道線 那這邊的一個所謂低點 畫下來的話 是一條下降的軌道線 等同於 如果說就技術分析的角度 那這個標標準準的X線 你想看結論是不是 沒有 我想問說 打了一個X是什麼意思 打這X是技術分析裡面 那叫X線 有這種專有的東西 那X線然後呢 X線那等同於 如果說我明天再往上漲 就來到X線的一個所謂下降軌道線 跟上升軌道線反壓 所以說答案已經出來了 如果這個行情再往上漲的話 我建議 我從來沒有叫人家買T50版 再往上漲的話 我建議可以買T50版的操作 因為這一 所以你覺得往上漲會有壓 會有壓 這個行情不會這麼快 那就跟浩哥講的一樣 上面有那個季線往下反壓 對 浩哥每次都跟我一樣很討厭 你知道嗎 上禮拜他也說這邊是支撐 那是我要講的東西 不要講光光了 那所以兩位老師都同意 網上其實會先有一個壓力 對 他應該會來來回回 來來回震盪 不過震盪的話 你就要回過來看一下個股的結構 那不過在看個股結構之前 我給大家一個非常重要的交位 91111點 就9111 他是多方防守價 就好像我請問大家 大家說川普當選會意外 我講坦白的 我們在盤中年限講了100次 18181是月限關鍵價說不上 所以說美國川普當選 所以說目前9111 不是你那個邏輯沒有人聽得懂 大家都覺得你在歐沒講 歐沒講 結果真的就看虎當選 我是真的很有愛心耐心去擠 所以說基本上9111點 他是多頭非常大的防守區 所以基本上的話 所以你覺得就是往上的話 可能可以稍微操作一下反應 對 反的 對 這應該從8200點來 我們第一次這樣建議 真的真的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到 那個股的部分來國統 哇 這個已經跌到地板上 8 916的國統 那麼剛剛治癒問得很好 治癒也講補充一件事情 跌到地板上 那真的是地板嗎 你看久一點 等一下 我台門打開 台門打開 現在外面在落後 水庫也沒缺水 那重點是說 如果說 水資源概念 如果說你從這邊原始畫一條 所謂下降的軌道線 而且你看我現在沒有帕金市鎮 所以說我畫得非常非常齊 他現在是 這麼歪 他現在是沿著下降軌道線 一路挨打 那只是說 至於說 他已經跌到了 一個所謂劍骨 到底還會再下去 如果說 我仔細查一下基本面 也沒有想像中 這麼樣的爛 那只是技術線型 還有待去做一個客服 所以說就長線部分 我反而認為是多 可是短線部分 可能還要來來回震盪 OK 所以現在還不急 他每年都漲一波 不急著買 對 來連結 連結他買在26塊錢 那現在剩下20塊 代表我們都沒辦法連結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這一波IC設計 我講坦白 真的很可憐 連發科的一個代頭下殺之外 你看到 這也是連發科的公司嗎 沒錯 包括所謂的2458義龍店 也超級無敵慘的 那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來自於 中國大陸的一個所謂競爭 其實我講坦白 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實 而且 文哥我發問 雖然說他可能基本面上 有一些疑慮 他技術線型看起來很弱 但是畢竟現在大盤在走反彈 今天全部通通彈 好 那他今天 好像彈得有點弱 是不是 至於問得很好 大盤的反彈 他是架構在量縮 量縮的情況下 我今天2002 股本1500多億的中鋼 中鋼跟台銀 我就把所有成家項 全部打包帶走了 那你認為這些小型股呢 沒有分到 沒錯 完全都沒有分到 那你告訴他怎麼辦 他26塊買 現在一張就虧掉6000塊 那怎麼辦 我個人認為 這一根黑K棒的高點 沒有收上之前的話 最好的狀況 應該上下震盪之後 還是會往下殺 所以說還是先停損 還是先停損 對 因為來自中國競爭 2489的瑞軒 那麼瑞軒老師 同樣是電子股 人家瑞軒為什麼就比較強 因為你要有沒有看過 瑞軒的業績 瑞軒好難念 他前三季的EPS都高達 對 前三季的EPS都高達 將近有兩塊錢 那如果說 就本一季角度在偏低 可是就技術現年角度 好 剛剛浩哥講一個重點 我希望大家把它記起來 今天大盤至少在季線之上之下 差一點點而已 可是如果你手中的電子股 因為大家 誰有中鋼 誰有中鋼 沒有人有 浩哥有時候也沒有人有 什麼葉輝神經病商 然後再買鋼鐵股 所以說基本上 如果說你手中的持股 是相對於大盤弱勢的 連季線都碰不到的話 基本上我都建議說 逢反彈 你要站在調節性的賣方 因為就真的弱了 對不對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是 他問雙紅可不可以放空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那麼今天第一個問題 我說買Q500 第二個問題可以 因為這個停損非常非常好抓 怎麼抓 停損怎麼抓 對 停損很好抓 你看季線的位置 跟今天高點的位置 幾乎都是重疊 而且今天雙紅 其實它是有量的 這是有量 那代表有多空基站 那多空基站 我今天收一個黑鍵棒 代表空頭盛 那空手盛的一個 所謂情況之下 好 那假設是空頭盛 我當然放空 那放空我就停損 以今天高點日線 只要收上我停損 其實風險是有限的 所以就設一個停損 然後你可以空 如果沒有空下來 它又上去的話 你就把它停損掉 好 非常謝謝文哥 先幫大家解決這些問題 待會還有更多 那麼再來 我們就要有請浩哥了 剛剛其實傑民哥幫大家講了很多 川普他接下來可能的政策 所以這個要請浩哥幫我們來選選股了 川普時代的類股 誰比較有機會 我們先看鋼鐵 是 首先我們看一下川普了 他說鋼鐵的族群 開始怎麼樣 硬挺 你看看 膠美從91標到300 那這個鐵礦石 這是三倍 對 三倍 三倍 鐵礦石你看看 它是瞬間的往上到71 接近的70到那裡71 對不對 所以中鋼也傳出什麼 第四季的一個爆架什麼 風盤 風盤就是我不要再爆架 你不要再給我問 我沒命太難了 嚇壞 我風盤 我不要再爆架 因為我已經沒有辦法再買 真的喔 現在才11月耶 對 他說已經瘋 瘋到歷史記 就是我任何 我還想要再買鐵 我問中鋼沒有了 你鐵杖 我這段沒辦法了 就沒了 但是看到整個鋼鐵噴出來的同時 沒有人買鋼鐵其實不會 可是沒有 還記得 各位觀眾應該還記得 在以塑化集長的那一天 集長那天 我特別來這裡說 因為他的成交量很擴大 太大了對不對 所以他要休息 要換什麼 我那天說要換 對 我說要換黑金 對 我說要換黑金 從那時候看 你看今天的鋼鐵 持續往上做創高 不錯 那天我特別提到 就是中鋼鐵爆他的盤價 爆出來的時候沒有非常多 我說他要讓利對不對 對 他讓給誰 要讓給聖宇對不對 他要讓給誰 讓給葉輝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聖宇跟葉輝 這兩檔個股 好 我們來看聖宇 這是聖宇 我們是在那時候 這個時間講 他在這裡 對不對 我們說在這裡掌握 他讓利的第一天 結果你看今天 今天掌停板 對 又掌停板 來看看葉輝 走勢也是很強勁 你看看 那時候講到這裡 今天又創的新高 你看看中鴻 這中鴻也是一樣 中鴻是屬於中鋼的子公司 長成這樣 今天跳空直接說踢字腳的 代表明天還有高點 我們再來看一下 看看中鋼 你看看 這個大牛骨 你覺得大牛骨也能夠長成這樣子 所以一個結尾 剛剛已經提到 現在大家看到第四季 所有的基本面都已經這麼好 當然鋼鐵拉回來 一定要站在買方 那我還是一句話 叫做拉回站買方 為什麼我今天反而說拉回站買方 因為今天的中鋼又讓我看到 看到上次說話的那一種狀況 上次說話成交 過熱 對 過熱 一樣又到了9% 10% 這以前大概一天的 大概占大盤2%左右 今天的5%盤中一度曾經到6% 換言之是平常的2倍到3倍 他今天有10萬張成交量 10萬張的成交量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從這樣你看 他收了一個上影線 帶了一個小小黑K 代表今天量這麼大 一定要陷入小弧度的真理 包括葉輝 我持續看好的葉輝 你看看他今天也是一樣 今天也是一樣 他是一個上影線 一個黑K 他也是爆了這麼大的一個大量 我想這個是整體來講 鋼鐵確實是有一點點過熱的一個態勢 反而這時候你要回過頭去尋找什麼 我覺得回過頭來看看 看看整個說話 我們來看說話今天也非常強勁 這也都是法人現在在加持 買很多很多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跟股票節奏掌握得好好 這個扣認我們換另外一個 現在另外一個 已經大家突然間都看到他了 我們再把他換回來 對再換回來 對 最主要就是川普他針對基礎建設不講之外 其實他對於能源的政策 包括石油 他認為石油應該有一個基礎的價格 所以石油如果能夠支撐在某一個價格裡面 說話絕對不會寂寞 尤其很明顯可以看到他的一個利差都擴大 對 那我當時特別提到有兩檔個股是法人透明度最高 對不對 就是這兩檔 所以想都不用想法人一樣買就是這兩檔 對 所以除了這些我都覺得一樣都可以站在買方之外 SN的台本啊 國橋啊這些都一樣 可以稍微考慮 所以現在又可以重新看他了 又回來再看他 好那我們來看看金融 今天的金融其實一早排完我就有一點嚇到金融股 因為金融股就像中鋼突然間噴出去一樣 國泰金富邦金今天漲5% 怕死人 5% 所以我就說今天金融也佔了一個加權指數很重要關鍵 那最主要是美國包括剛才提到摩根大通 美國銀行BOA都是呈現大漲 大家預期到利率又怎麼樣 要開始攀升 剛才有看到公債的殖利率要往上攀升 那銀行最愛就是利率攀升 對我來講是最好 而且還有升息的情況預期之下 他也有利差 美國經濟好轉呆帳減少 對美國整體都是好 那回過頭來台灣也一樣 只要是全世界的金融是屬於穩定的情況之下 金融在台灣來講仍然是屬於它的優勢 那我們都知道台灣原來是往這個所謂降息的方向走走走 然後忽然間停止降息 那不確定以後要再降 對 但是如果美國是升息的情況之下 那我想央行會維持著不升的機率會比較高 這時候對整體來講就是屬於正面的 包括像國泰金 包括像富邦金 我講5%還講少了 他6% 6% 拉回這些都是可以考慮的 真的 那我們特別可以看誰 我們真的就買大支的嗎 我個人認為 如果這兩檔各五來講可以先選擇富邦金 為什麼 富邦金 因為他今年的棒球對不對 他的一大買了以後人家奪冠 這樣 氣勢比較好 對不對 來我們看富邦金 他今天就是站回季線了 對他已經站回季線 而且你看他 他這一個的點已經突破昨天的高點了 對 那如果我們看一些比較短小輕薄的一些這個股票 像金城銀這之前也變標股的 對 金城銀這有沒有機會 他這線比較弱 他線稍微弱一點 我們提到他這裡是一個蓋頭的一個反壓 對 那我們看一下中信銀 中信銀反而大家在擔心他會不會有利空出境 但是你可以看到發言在這邊也是橫向的一個整理 對 那我想這裡也有機會往上做靠攏 所以也是有機會 所以反正就是金融股都不錯 對都不錯 這些都是這個剛剛浩哥跟大家報告 這個川普的受惠的相關概念股 各股提供給大家 謝謝浩哥 好 那麼我們先休息一下 這個下一段回來 我們要繼續回答一下 各位朋友您的持股問題 出色旅程即刻啟程 New Ford Kuga全新進化登場 FORD 2017全球投資家操盤軟體免費講座 固定當沖大戶多空 預判高低點 11月12號星期六 早上9點半新竹 下午2點半台南 11月13號星期日 下午2點台北 用成國際定位專線 0225428999 0225428999 0225428999 比賽鼻炎 流鼻水 趕快服用絲絲鼻炎 快又有效 絲絲鼻炎膠囊 SOLCO週年慶 11月10號到21號 台北店化妝品6000送700 保證全國最優惠 金品2萬送2000 Hello Kitty SOLCO百貨期間限定獨家來店裡 還有優質好禮自選一 SOLCO週年慶 Let's go 啊 啊 去 有沒有頭疼 屁最老 光陰 優老安 配燒跟水 滴滴 再進入口 殺機火車票 優老安 美國大選後 獲利方程式大公開 11月12號 台北台中 11月13號 台南高雄 區市基因家族蘇維園 與您有約 022506-6808 022506-6808 嘶嘶咳嗽 喉嚨不舒服 馬上服用 讓您睡覺 嘶嘶咳嗽膠囊 嘶嘶咳嗽膠囊 對啊 嘶嘶咳嗽 這裡可以找到 對 喝杯咖啡吃個甜點 休息一下吧 不好意思 可以先幫我辦一下沙發嗎 來用力 喝咖啡吃甜食用用力 讓你餵食道逆流嗎 嗯 現在食道胸口灼熱 好難受 來 餵食道逆流 就吃雞胃服飾錠 餵食道逆流 雞胃服飾錠 一定搞定 好 來 回答一下 觀眾朋友問這個維生 是的 車蓋股最近都很慘 維生也是幾乎一大 維生還沒算什麼 你看一下352同志 真的快瘋掉 你知道嗎 每天股價一直跌跌跌跌 但他們真的沒有價值嗎 當然是有價值 那只是說做倒車雷達的 我講坦白的 現在又來自於Made in China 你記不記得我們以前曾經做過維生的報導 維生是一家非常持有的公司 很棒 沒錯 老闆還是坐飛機到Detroit去看到說 為什麼下面都沒有燈火台開始 毅然決然開始要做胎壓偵測器 維生是第一家 那你說維生來到這節骨眼 到底有沒有投資價值 我講坦白的 如果說就基本面 我只能很清楚回大家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Made in China它的成長速度太快 因為太多工程師都被中國大陸給挖走了 所以我們只能從技術面看 是的 技術面你就要縮小了 要把稍微縮小 對 縮小一下 你可以仔細觀察 看久一點 看長一點 對 等同於 他這一波的一個所謂低點是252塊 如果說投資朋友 你有空回去再看一下 252塊錢 我記得沒錯 好像是三年前當時的一個所謂低點的位置 所以說你可以發現 導播真的好用心 你看你真的在這邊 在這邊 三年前低點的一個所謂位置 好 你再稍微放大 等同於來到前波三年前低點 我們真的看到多方的抵抗 可是也不排除他這邊上下震盪 因為就技術線的角度 那就標標準準的下降三法 所以我給大家一個建議 像你遇到這樣的股票 你不要去摸 做股票 只有投顧老師會買最低賣最高 漲上來大家都有 那基本上的話 就你們操作 你要等他這邊 能不能做一個有效的突破 那有效突破之後 你也不用急 因為他的季線是往下走的 所以說他來到季線 我報告3324雙紅的顛倒板 你想要買便宜早點賣 你就要設停損 不然你就保險一點 可能等他稍微再漲上來買安全的位置 沒錯 這樣子 維生這樣操作 來月鋒 月鋒標股 最近標股很多 就只有那幾支而已 而且剛剛好今天大家都有問到 那你說月鋒到底還能不能追 我講坦白我是追不下去 為什麼 基本上我們在節目當中 教大家非常多寶貴基礎分析 來至於看清楚 我這樣子畫一排過去 這邊有沒有一個套牢壓 有一排整排的 一個所謂套牢的 一個所謂壓力 可是他今天就撐住 撐住 如果說你把圖給弄掉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撐住沒有錯 可是他還是沒有辦法突破這一排的壓力 而且今天他是有助攻 今天是三大法人進去買 為什麼長這樣子 所以說我不敢買 我真的不敢買 因為很多股票都是 鼓鼓鼓上去之後 又上下震盪 鼓鼓鼓就下來了 對 所以說我覺得 因為大盤還會再震盪 而且大盤沒有量 可能要等到下一個月 有關於FOMC的meeting 所以說這麼複雜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還是不要追高 這太高了 好 來我們看冰川 那冰川你又更不敢 不敢 我凡事都不敢 冰川也是標股 冰川如果說 就技術線型的角度的話 它符合一個非常好的條件 為什麼 你會發現它今天的收盤 它收上昨天黑K棒的一個所謂高點 而且今天三大法人 同步都站在買方 特別會買小型股 因為現在等於說 我們在等待一個投信的歸對 因為仔細觀察 覺得投信很鳥你知道嗎 我在台北股市 我做了二十幾年 我第一次看到投信買中鋼 買第一名 昨天太離譜了 怎麼會 剛剛浩哥在講中鋼的基本面 都沒在聽 我講投信 投信他不會買中鋼 投信哪有在買中鋼的 他連續兩三天 基本面很好 我知道基本面泡麵 都是同樣的道理 可是投信他是本土法人 他買中鋼怎麼跟人家拼績笑 所以說他也是有 投信買 投信買 這是根本很難得 如果說你把圖縮小 過去真的 二十幾年 哪有的人看到投信買 這麼過周鋼 我們不是在講冰川嗎 對啊 怎麼變中鋼 我怎麼招都你 冰川之後都在變冰德 例如1569的 一個所謂冰川的話 這是投信的 一個所謂任養的 一個所謂標的 所以說他是有機會 可是我還是建議不要追高 還是太貴了 不要追高 犧牲呢 你們是故意的是不是 你們能不能問一些比較 比較和藍可親的股票 沒有 問那種滴滴的 你又說那個很慘 比如像6285的起跡 跌一段之後 一根突破 什麼4746台藥 這基本面不錯 你先問 人家問希盛 希盛的話 今天也是 投信也是大買這張股票 那今天它是屬於相對大盤 非常非常強勁的股票 所以這張股票的話 而且形成突破 如果未來有機會押回到 三日移動平均線 或五日移動平均線 你可以進場做承接 不過還是老話一句 今天這一根叫突破K棒 突破K棒 來 大家背口聽 突破K棒的定義 它絕對不能再 未來三天再跌破 不然會變假突破 好 非常謝謝文恩哥 好 那麼這個是我們看到了 這是觀眾朋友的吃庫問題 好 那麼現在該我的 來跟大家報告 洪家軍呢 洪海跟洪準 在今天剛剛已經公佈了 10月份的營收 那我要趕快請會計師在現場 我們來看到這個洪海 來 浩哥來 洪海數字在前面給大家看 10月份營收是4719億 年減6% 年減大家就會有點擔心了 那洪海這個數字OK嗎 當然 年減的數字 當然看起來是稍微 不是那麼妙 那當然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以蘋果相關概念股來講 拉貨的高峰會落在什麼時候 是在8月份 就以台積電也剛剛公佈了對不對 它是表現不錯歷史的次高 但是比起8月份怎麼樣 還是衰減 所以台積電來講是年增 但是月比起8月份是稍微衰減 所以台積電的表現是比起洪海來的好 那洪海來講 其實股價也經過修正了 所以你可以明顯可以看到 它目前來講 它走勢是怎麼樣 正式跌破了季線的一個關卡 所以反應的應該就是 所謂的10月的營收是呈現的年減 最主要關鍵 是 所以那另外也公佈了洪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洪准的數字 它也是年減 而且減幅比洪海更大一點 對 減20% 但是因為洪准之前曾經 股價修正過之後 所以相對位階比較低 但是很明顯可以看到 因為位階比較低的情況之下 它的怎麼樣 它的季線仍然是上揚的 而且目前來講 今天收盤仍然站穩在季線 所以從影響來講 我想它雖然成績不好 反而是跌破的時候 應該很有機會 還有機會再重新站回 這個所謂季線之上 以現行架構來講 洪准雖然它的營收不如洪海 但是以走勢來講 它卻強過於洪海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洪海好不好 因為洪海有一個除泉席的洞 在這個地方 本來都快要給它回去了 結果又打下來 但是那是川普害的 川普害的 還有111雙光棍節也快來了 對不對 洪海最近賣好多電視 客價 像他買很多 還買大送小 買70要送六個 買75吋送你60吋電視 可以回家有兩台這個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 站在我的角度來講 大家如果想要買洪海 也可以多多買它的 買衣送的方案 應該也有助它往上做天圈 好啦 非常謝謝我們的浩哥 那麼今天謝謝浩哥 跟文恩哥 跟大家分享了這個 今天的這個盤怎麼看 還有幫大家回答您的出貨問題 那麼再待會 爸爸健康有幫 這個雅芳姐要教你 怎麼樣健康吃早餐 外頭買的早餐 裡頭是不是沒那麼健康啊 待會兒告訴大家 那麼今天爸爸裡才有幫 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明天見囉 拜拜 非常同意英語能力好 就有更多的功能